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8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医疗与保健三 张医师请您开始 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完 我们就从外治法开始讲 3.外治法 西医从果治病 是从患处下手 以及通过医疗之手术 复健 牵引等方法 直接处理症状 或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即组织受损 如此固然有助于疗愈 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且其中的手术 会严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不仅难以治愈 甚至还会危及生命 故从果处理 非治病善法 相较之下 中医与原始点 从因治病 不仅有医疗 还有保健 其中医疗是通过针刺 或按推 直接处理他处 乃至患处的血位 或压痛点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保健是通过爱酒 或浆敷 用于体伤位置 借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以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但原始点 指医疗与保健 是不可切割的 一级按推与热源 必须病用 如此既可解除 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又可受 因变果转之效 解除 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即组织受损 故从因处理 使治病善法 此外 胃病表示体力正常 热能上足 处理上应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主 原始点通过医疗 按推一条脊椎 及七处的压痛点 不但能辨明 胃病之体伤位置 也能快速解除 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而中医与西医 并无此医疗 致胃病的 诊疗和医方法 在此情形下 若想通过保健 致热源改善体制 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 方显其效 由此可见 致胃病保健 并不能独挡一面 只能作为医疗 致辅助也 好 这一段还蛮长的 我们就来 看看这个 外治 我们先谈西医 西医从果治病 是从患处下手 我们先把这个从果治病 这个解释一下 从果治病 还有后面的从因治病 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从果 因为西医 只有医疗而无保健 所以这也是从果治病的 一个特征 那从果 简单讲就是从患处下手 那患处到底 指的只有症状吗 其实也不尽然 指的还有包括 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及阻施受损的位置 这些都包括患处 所以很显然 这一段的写法就是 西医从果治病 那必须要通过医疗 因为他只有医疗 没有保健 那再来 他是直接处理症状 或仪器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然后来这个 因为医疗是要改变组织器官运作 所以下一句就是这样写 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样如此固难有助于疗医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这个我们之前都有提到 如果从患处下手 那当然对于异常形态也好 组织受损也好 他都可以直接处理 西医也会从症状下手 那症状下手 也是直接从患处 那当然人解决的就是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这个我们之前诊断与治疗也都有讲 我们是举 那个 比如说他坐骨神经痛 那坐骨神经痛西医有时候说是腰椎椎间盘突出 第四椎第五椎压迫到 那他们就会直接从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下手 那如果你是腰痛 说不定这样开刀还好 他如果是坐骨神经痛 那痛多数大处体伤 根本跟腰椎是无关的 只要在臀部原始痛点按一按 很可能这个病症就解决 所以你开腰椎椎间盘突出 未必能解除他坐骨神经痛 所以我们这里就讲 你从患处下手 虽然对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有效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因为在患处之外的他处 你就未必能处理到 这一段的解释应该不难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这里进一步提出来 就是当然他有分侵入性跟 未侵入性 比如复健牵引那个就是 未侵入性 那侵入性的手术是会破坏身体 严重消耗热能 所以对重病患者 不仅然以致 因为所谓的重病患者 他已经是热能严重不足 你又去破坏身体 又消耗热能 那当然就离治病越来越远 甚至这样的处理 还有可能危及生命 所以这样来看 西医在外治法的重果处理 不是致病的善罚 他隐藏着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 他处体伤未必能解决 然后还有可能 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也会有危险 所以这里的结论就是 重果处理 非致病善罚 好我们继续来看 中医跟原始点 那中医跟原始点 一般是重因致病 以外治法来讲 那就是原始点就是按推 还有热源 那以中医来讲 就是灸跟药 还有针刺穴位 针刺穴位也是 那灸跟药也就是外内热源 还有保健 但是外治法的中医保健 他不像原始点 可以直接直打体伤位 比如可以灌肠啊 然后洗眼啊 喷鼻啊 他没有 他只有改善体质 所以这个是属于内治法 所以他只能这样说吧 中医的部分就是 针刺穴位还有灸 灸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外治法 那中医的原始点 那个灌肠洗眼喷鼻 也是属于内治法 这个我们就不谈 那在外治法 他就是以 就是以姜粉 大面积涂 体伤位置 所以这里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 重因致病指的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的 那保健 他中医是透过灸 那原始点是透过浆肤 用于体伤位置 藉由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以加强改善特定部位的热能不足 所以这里就不考虑中药 中药的部分 也不考虑原始点的喝浆 浆浆汤还有灌肠 喷鼻息叶 这一些就不谈了 这些都是属于内治法 好那在外治法 中医就是针刺穴位 那原始点就是按推 那个原始痛点 或严重没有改善就换出痛点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好那这两者 原始点的医疗与保健 原始点是不可以切割 中医有时候 他是可以切割的 我说中医有时候只有开药 那也没有针跟灸 以前我在当医师 早期的时候 有时候开完药就走了 所以也没有 那也很少说 按针刺穴位 然后就完了就灸 或在针上 用艾草 粘在浆上 然后点火来 一边针一边灸 有一般也很少 好那 这个部分这里都讲得很清楚 虫婴 它最后可以解除 他处或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因为虫婴下手 果也会改变 果当然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死都是属果 故虫婴处理也可以解除 仪器检查出来的 这些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死 所以虫婴致病 既没有什么副作用 也不会伤害 重病患者的热人 所以他是致病散发 这一段谈的就是把 西医的外治法 跟中医原始点这样做一个比较 可见 治疗还是要重新处理 好 我们再看下面 那接下来要谈的就是 还有一个 外治法就是原始点 比较特有的就是 致胃病 那我们 诊断与治疗都有讲过 如果没有疾病 那表示这个人体力正常嘛 因为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当然就是体力正常 也热能上足 所以在处理上 当然就要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好 我们继续看下页 那原始点在这一部分是通过 医疗以一条脊椎脊七处 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这样不仅能辨明 胃病的体伤位置 我们前面有讲过 如果他还没有病 那我们担心他 比如说老人痴呆 那我们就在头部原始点 按看有没有压痛点 把体伤的位置找出来 或是你担心心脏骤停 像去年台湾就有一个 中医有名的教授 施存浅好像 他就是也是 昨天医学院的学生 都在等他来 怎么没有来 然后就去宿舍找他 原来他已经心脏停止 那已经死亡了 是这样情形 所以这些都来得很突然 那如果你要达自卫病 以原始点的角度 就是要从上背部 把脊椎两侧的压痛点找出来 把它解决 所以你看即便是中医 很有贡献的明教授 对中医界也蛮有贡献 那他如果轻忽了这个自卫病 有时候像这种比较严重的 有时候都会很突然 而且才享受六十 六十岁而已啊 蛮年轻的 所以自卫病这一个是我认为是 原始点最大很大的特色 所以原始点他是透过医疗 也跟以前中医 用保健的方式是不一样 那这样不仅能够找出体伤位置 然后直接针对他 来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但这一个方法 无论是中医也好 西医也好 只要一谈到自卫病 他们是中医又可以用保健 西医在我看法 没有看法自卫病 所以并无此自卫病的 诊疗合一方法 这个在中医或西医 都没有这样的方法 好我们来看下面下一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刚刚已经有谈 中医他是可以靠保健 好那我们来看 这里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想通过保健 之热源改善体质 问题来了 你如果怕心脏骤停 或怕老人痴呆 那你保健的热源 你外治法你到底是要温敷哪里呢 你是要温敷臀部呢 还是腰部呢 还是背部呢 还是头部 其实在中医 这些也没有这种概念 然后何况 这个在治疗上前面也有讲过 治卫病一定是以医疗 而非以保健 因为他体力还不错 热源是改善热能不足 反而我们应该要 优先解决的是体伤 所以在这样看法 用保健来是不恰当 而且不只不恰当 而且他如果要达到 治卫病 使疾病 就是用热能改善 来修护体伤 使疾病消灭无形 如果要达到这样 则需持之以恒 日久方显其效 所以不仅不恰当 而且持效又要很久 所以这样来看 治卫病 如果谈治卫病 保健是不能独当一面 也就是中医上工治卫病 想用保健的方法来落实 那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治卫病 保健并不能独当一面 只能作为医疗之辅助 这一段谈的就是指 这样的概念 好 那我们外治法 继续来看下面举例说明 进一步来谈一谈 虽然外治法可通过 医疗保健支援 以解除症状 但不能因此就说 外治法有治病功效 比如感冒 用艾酒或姜夫把病治好 能说艾姜可以驱风寒 杀病毒吗 如果能把它们放在屋内 不就满屋温暖 了无病毒了吗 又如头风痛 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 能说它们可以驱风止痛吗 如果能加剧多木制 且手肘在身 为何还得头风痛 显然 能疗愈疾病是因为疾病之因 热能不足或体伤获得改善 可见有缘有因才能改善过 再说按推针刺拍打如果有效 那么眼睛痛若按推臀部 会不会如隔须搔痒 针刺血味 会不会导致晕针 拍打眼睛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显然 痛症多数它处体伤所致 不能解症是因为疾病之因 它处体伤未或改善 可见有缘无因 不但不能改善过 甚至对虚弱者或患处下手 还会加重过 由此可知 疾病之所以能够疗愈 固然与缘有关 但关键是因能否改善 故手术 复健 针刺 爱酒 按推 姜夫 拍打等员 固然有助于疗愈疾病 但若忽略身体运作 或体质差异的因 那么也会像内置法一样 犯了弃阴远 而说原质过的过失 这一段进一步从上面 再延伸下来 就是以实际的举例加以说明 那我们来看原文 虽然外置法可通过医疗保健之言 以解除症状 但不能因此就说外置法有治病功效 我们前面讲了 很多人都以为原始点可以治很多病 但这里谈的 不只是原始点 包括中医 还有西医的医疗 即便他们能解除症状 也不能因此就说外置法有治病功效 这里是广泛的这样谈 那我们以及 就是 这些姜跟艾灸来说明 先这里提出的就是感冒 那感冒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会 早期都会用喝姜汤这些 那是属于内置法 那我们来谈外置法那就是用艾灸了 那以原始点来讲就是将涂在体伤位置 那经过这样的灸有没有效 有啊一定有效 它可以改善热能不足修复体伤 所以如果这样改善了病也好 这时候女人说 艾灸跟江夫 他们可以驱风寒杀病毒吗 也就是艾江有这样驱风寒杀病毒的功能吗 这就是提出来 那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江是不能治病 我们挤 汽车里面的 音响 空调 还有导航系统 它如果没有油 它是不能发挥的 但加了油它就能发挥 但你不能说有有具有这三项功能 这里前面指的 那外置法也是一样 虽然你这些用了 哎病好像好了 那你能不能直接就说 他们有驱风寒杀病毒的功能呢 我知道在中医 书里面以前都有什么功效 还是会写的 包括本草备药那些书 都会把这些药有什么功效 甚至神龙本草经也会有提 比如狗鸡子就可以明目啊 这一类的 好那 人不能这样说 就是有没有驱风寒杀病毒的功能吗 内置法不可以 那外置法可不可以 这里当然我们就说了 如果可以 那体内的都可以 那同样它在体外的环境 它当然也可以啦 所以你把姜跟灸放在外面 放在也就屋子内体外的屋子内 那不就是可以 它可以驱风寒吗 那表示 屋子就可以温暖哦 那也可以杀病毒 所以 屋内就没有病毒了吗 可以吗 那很显然 这样的问法就是很明显 是不可以的 不可能做到 你体内你可以修复体伤 但体外你怎么 靠身体还可以运转 那你体在身体以外 你没有身体的帮忙 那他就能达到这样 驱风寒杀病毒 那不可能的嘛 好 所以这些 到底 到底 人否驱风寒杀病毒 那也是身体去自己去处理 而不是姜跟爱 有这样的本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举例说明 这里我们知道 譬如很多人吹到风头就痛 我们称为头风痛 那头风痛 你用木棒或手肘按推把病治好 如果我们以原始点按推 用手肘按头部原始点 整骨下沿 那这样按一按 有些头就改善了 那不用木棒 木棒压我们那个头部原始点而已 也就是耳后 那个耳后的原始点 那这样按了 结果头不痛了 这样你能说 这个木棒或手肘 他们可以驱风止痛吗 有这样的功效吗 如果有 这里又是反问剧 那我们家里一定有很多木头做的家具 而且 手肘可以本身就可以治病 那你手肘又在身体上 那怎么会得头风痛 也不可能 同样的我们说的 当你头痛即便有手肘 你按推 按推桌子或按推其他的地方 你头人好吗 所以头好不要按对位置 按到身体 按到身体 那按到身体也不一定会好啊 比如 头痛你却按到 臀部去 或肩部原始点 那头也不能改善啊 那显然还要按对位置 所以 这里就提出 也就是反问剧 那也就是说 其实家具跟手肘是不能治病 那这样说来 但是又我们明明是用 手肘或木棒按推开关之后 而解决疾病 这个是千真万确 那又说他不能 那这里到底理由何在 这里就后面就提出来 显然能够疗愈疾病 是因为怎么样 疾病之因 得人不足或体伤获得改善 因为前面举的感冒 那我们用艾灸或姜夫 这很明显是改善热能不足嘛 他热能不足 改善也就是疾病之因改善了 他就可以修复体伤 而达到致病的功效 同样木棒或手肘按推 而改善头疯痛 那显然他是有按到对的开关 也就是原始痛点 或是一些开关 让头痛解决 那可见 有盐有因 也就是你这个盐 单一的盐是不能治病 有了这个方法 还要有什么 还要能够针对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来达到改善 这样才能够解决疾病 所以这里可见有盐 有因 因就是指体伤及热能不足 有了这样的方法 然后又能结合 这样的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样才能达到改善疾病的果 这里谈得也很显然 已经点出了一个重点 盐没有透过因 是不可能改善过的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下面的举例 那下面的举例就是 反过来 如果你一定说 这些按推 针刺 拍打有效 也就是这些医疗有效 当然我们也可以举热能 但限于篇幅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就举 这三个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日常生活中 最容易见到的一些方法 好 如果你一强调 这些按推 针刺 拍打 如果有效 那么我们这里就举 眼睛痛好了 那如果眼睛痛 你按推臀部 眼睛痛会不会改善 因为距离太远 原水救不了静谷 所以就好像隔斜搔痒 所以这里也是用反问筋 会不会如隔斜搔痒 就是隔斜搔痒的意思 还有针刺穴位 要来治疗眼睛痛 会不会导致晕 因为针刺穴位很痛 会消耗热能 有些人 体力比较差的 他一针有时候就阴针了 也有这样可能 所以这里就是在提醒 你不要说人治病 有时候还会更严重 那拍打眼睛也是 眼睛痛 患处是不能拍的 你说拍打人治病 那你眼睛打打看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你打到熊猫眼 眼睛痛也不能解决 眼睛痛 痛多数他处体伤 要从他处来解决 所以我们下面进一步来讲 所以这里就提出来 显然痛症多数他处体伤 守治 那你为什么这些上面的 明明说人有效 为什么不能解症呢 原因就在于 他没有用对位置 也就是他处体伤 未过改善 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出 从上面的举例 就可以看出了 你即便有这些方法 一定要结合疾病之一 如果没有办法结合 那你有炎没有因 不但不能改善 那疾病不但不能改善 甚至就像针刺穴位 对体力虚弱 他还会造成怎么样 晕症 加重症状 或是 像拍打 直接拍打眼睛 也是一样 从患处下手 还会加重火 所以 不能说这些方法 按推也好 深刺或拍打 有致病功效 有致病功效 这里就是 提出来让大家加深印象 不但不能致病 甚至有时候还有副作用 同样我也可以这样写 如果你眼睛痛 你 用 用按推去按推眼睛看看 越按推 眼睛越痛 你手指痛 你按推手指看看 也是 有些人 拇指扭打球扭伤 他就一直戳拇指 结果拇指 痛不但不能解决 还戳到肿起来 这些要举例实在很多 所以我们只是 就上面各种 举一个例子来加以修理而已 所以 这里又 前面是说 疾病可以改善 这里反过来 反而疾病不能改善 那到底在哪里 所以 这里就进一步提出来 可见有了这些方法 你没有结合疾病之因 也就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样不但不能改善疾病 甚至 你乱枪打鸟 还可能加重病情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那这里就做一个结论 所以 从上面 的举例我们已经可以了解了 疾病之所以能够疗异 固难跟炎有关 我们说炎当然是重要 但炎一定要配合因 如果没有配合因 不但不会改善 甚至还会加重症状 所以固难与炎有关 但关键是 你因 也就是体伤及热能不足 能否改善 反而重点是在这里 好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再做一个总论就是 所以 手术 复健 针刺 艾灸 按推 江呼 拍打等炎 固难有助于疗异疾病 但若忽略 身体运作或体质差异的因 那么也会像内治法一样 犯了气阴谈言 而说研制我的过失 我们内治法里面就有讲 你一直强调 这些药可以治什么病 什么病 那就如同 空调 空调你要发挥有冷气 那汽车的空调一定要加油 然后还要发动才能产生 那你一直强调这个油 可以有冷气的功效 那就是只强调言而不谈音的 那个道理是一样 这是不能成立 好 所以我们谈到这里来讲 所以已经可以看出来 原来治病 你一定要有 一定要谈 当然固难言很重要 但最最重要的就是体质的因 身体运作的因 这些如果你没有谈 那在逻辑上已经有问题了 那我们从这里内治法跟外治法 这里已经算是一个总结了 那都已经讲很清楚 不管你是内治还是外治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那这个在西医他们谈的就是 他们因为只有医疗 他们一直觉得他们的方法都可以治病 手术也可以治病 西药也可以治病 打点滴也可以治病 打疫苗也可以降低 死亡率甚至病情减轻 其实这些都还是要透过身体 这种强调其实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所以严谨的说法 西医本身就犯了这个逻辑的错 所以本身的医疗也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所以我赞成西医说的 不能说医疗有治病功效 或原始点有治病功效 因为原始点也不承认它有什么功效 他认为人把病治疗都是靠身体自我疗育的 道理就在这里就是因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原始点不说按推热源这些僵 有什么治病功效都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原始点从不谈 他有什么治病功效 但反过来说如果照这一条来看 那中医的一针二丘三用药严格来讲 这些也只是一个盐而已 这些盐有没有治病功效 已经很清楚了 也没有啊 真正达到人治病的 是因为身体体质改善 那自身体改善了它自我修复 才达到治病的功效 这样就完整了 所以方法一定要结合体质 那同样西医也是一样 你如果不考虑体质 已经病菸菸 人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下床走路了 然后眼睛已经张不开了 然后饭也吃不下了 你还能够说你因为是癌症 那我们化疗嘛 西医有时候也不敢 一看这个化疗马上就死了 有时候西医还会说 那你去把体质调整一下 这时候他们就会谈体质 可见如果要你说都可以治病 不考虑体质的话 那就不用跟患者这样讲 但有时候他们又很矛盾的说 那你去把身体调养好一点 我们再来做化疗 那就道理他们也承认是这样 体质的重要 但是他们常常忽略 在对外的宣传上 他们就一直强调 那我们的医疗有治病的功效 也就是我的手术可以治疗肿瘤 我的化疗放疗都可以治疗癌肿瘤 但他却不准其他的人说 有治病功效 当然除非中医了 中医因为他是一个医学 那医学本来世界就承认 那如果这样说他被承认 那如果这样他说中医也能说治病 那就很明显吧 如果从道理来讲 那原始点的按推与热源 跟中医的一针二九三用药 不就是一样的吗 所以显然我认为真正的原因 还是在限定你要谈治病 他就是要有一个医疗法 事实上就是医师啦 你如果没有医师执治 你就不要说治病 你有医师执治 你要怎么说 一般都比较不会出问题 我认为是重点这样 如果照道理讲 事实上都不能谈 我们也不考虑医疗法 也不考虑什么 光纯粹就理论理 那这些不应该说有治病功效 好 那我们这里一路谈下来医疗与保健 只要这样大家看下来 就很清楚了 以后大家就知道 原来我如果有生病 真正能帮助我的是我自己身体的本身 那我应该怎么样来改善身体 这才是重中之重 如果你从整篇读下来 能够有所破译的话 那这个观念是最重要 所以原始点 我们常常讲他是不治病 他只是一个自自我 靠自我 然后让自己身体来恢复 靠自我的努力 比如说我要运动 我要充分休息不要熬夜 然后良好心态跟正确的观念 然后保持乐观 这些心态上 然后还要懂得不喝冰凉的 然后日常饮食 这个要特别加强 温敷这些效果 必该寒凉 类似这样 那让身体得到一个 好的阴眼 好的盐 那身体他自然就可以慢慢恢复 就好像你生病的时候很脆弱 那孩子生下来也是很脆弱 西医都知道要用保温室来保温 那为什么我们年老了身体也很脆弱 而且体弱多病的时候 却不懂得要保温呢 所以保温改善体质 才能够预防疾病 有病可以加速疗愈疾病 无病也可以预防疾病 好那我们外内治法都谈完 我们再来看下一段 总之 缘不论分属内治法或外治法 医疗或保健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换言之 若要解决疾病症状 终需内求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按推热源 即其他保健等助缘 皆需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即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症状 果的目的 由此可知 因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缘 通理 缘要影响果 也必通过因 单一的缘 并无治病功效 我刚刚举例的就是在讲这一段 这一段 谈的就是这样 所以 缘你不论是属内治法或外治法 或属于医疗也好 西医的医疗 或是中医原始点的医疗 或那西医是没有保健 或是属保健 你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这里已经谈得很清楚 所以以后如果有人再说 原始点谈 说这些医疗保健之言 有治病功效 那是诽谤原始点 原始点重复这样说的 好我们再看下面 这里就把因缘果的道理讲清楚 所以要解决疾病 你中心透过身体 这个是因嘛 身体能够正常运作 你才有办法把药 这些热源吸收 来达到解决疾病症状果的目的 后面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那所以这里大家自己看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不再解释 所以后面最后的结论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里结论就是 所以我们已经清楚了 那因那么重要 你因改善了才能够解决疾病 但是问题你因要怎么改善 因要改善一定要借助盐 同理你盐要达到治病的效果 那你也一样要透过因 所以单一的盐或单一的因 都不能有治病的功效 但我们最后只是提出特别强调盐 也就是任何方法 你不要说这是西医的医疗 或是中医的医疗 都不能谈治病的 那更何况原始点 根本就不谈 所以单一的盐是不能谈治病 一定要有盐还要有因 两个结合 这样才能达到治病 很明显的是强调 那中医是不是会犯了这个问题 中医比较好一点 因为中医常常辩证论治 也是要改善体质 那改善体质 体质好了 也是自我疗养 所以原始点跟中医比较相近 那跟西医的说法就比较远了 所以在西医的眼中 以为医疗才能治病 没有啊 中医一针二丘三用药 丘跟药就是保健的 同样也能治病 那他的治病功效 并不是说他能治病 而是他改善了体质 体质 达到自我疗养 而疾病自然就消失了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这一段已经都把它说清楚了 我们再来看最后的 继续下一段 总结 4 总结 医疗不论是通过内治法或外治法 侵入性或非侵入性 从果或从阴处理 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疾病症状 但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 对热能不足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 不仅疗效难以持续 甚至还可能危及生命 因此为了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以达到保命及自愈疾病的目的 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之 为了能够直接刺激体表的压痛点或经络穴位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 由此可见 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 内治与外治互补 不可割裂或偏废 使医疗保健之源得以相辅相成 充分发挥 如此才能加速 不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保病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这一段是很容易看得懂的 不需要特别解释 大家一看 因为虫果或虫荫处理前面已经讲了 虫果就是只有医疗保健 并从患出下手 这个叫做虫果 那虫荫就是从体伤及热能不足下手 所以 这个字眼都蛮清楚的 也容易了解 那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呢 这一段很显然 如果有言外之意啊 如果大家已经把医疗与保健都读得很融会贯通了 那就可以看出其中 还有要传达的意思 传达什么意思呢 因为西医只有医疗啊 而无保健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 最后 这里再传递的就是这个 所以到最后谈的 前面谈了那么多 就是要做这样的结议 就是治疗他必须要怎么样 有医疗还有保健 而且有了这两者还要并用 这样才可以达到真正的疗效 那真正在治疗 你也不要再去管内治法或外治法 该怎么样用都要怎么用 不要分 那问题来了 他这里为什么要这样提 如果在原始点这样讲 是完全合理的 而且医疗与保健 他们彼此可以复补 而且还可以相辅相成 让疗效充分发挥 这不是很好吗 那何况体伤会影响热能不足 热能不足也会影响体伤 当然要这样治疗 但是我们来看中医 中医他有没有病友 当然他都有 既有医疗也有保健 但并不是每个医师都病用的 也不是外治法跟内治法都互补 他们也不是同时来的 也就是同时来他不但开药给你 而且还要帮你针或揪 未必啊 那原始点就一定强调要这样 也就是医疗跟保健一定要必用 那外治跟内治也一定要 这牵扯到外治跟内治都要一起来用 才能够达到互补的作用 所以中医言下之意 这里中医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开始分科走向西医的越来越细 好像有内科针灸科 还有其他的外治法的 那我们就觉得 已经现在的中医很多都被西医影响到 事实上中医应该是全科的 什么都要会 也就是一般科 而且不只要会 而且还要懂得 一针二就三用药灵活应用 这样才是一个好医师啊 那同样西医就更不用谈 因为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病用 问题来了 西医只有医疗并没有保健 那保健也是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他没有 那表示他也谈不上那个医疗与保健病用 那医疗与保健要相辅相成 让疗效充满化 这他们也达不到啊 所以言下之意从这里来看 现有的医疗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太太得了癌肿瘤之后 当去找西医没有处理好 找中医没有处理好 我就深深感受到 现有的医学都是有问题的 如果要改革 这个这一条路 一定要从既有的这些医学 把他们的缺失改正过来 所以原始点他不中医批判啊 应该是他一定是先做出来之后 把所有道理都搞通了 然后才能看出 哦这个西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中医又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再进一步把这个道理 说给大家听 让大家明白了哦原来 那我们身体要得到健康 那我们就应该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而且这些方法是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得到 也不需要有复杂的昂贵的医疗费用 复杂的医疗设备都不需要 好我们这一段就补充到这里 我们继续把最后的一段再把它念一下 事实上很多疾病是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 因此当务之急是将正确的保健观念 融入日常生活 以养成良好习惯 如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等 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 注重保暖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若病情需要 不仅可通过保健外内热源之姜粉 姜粉泥或姜汤 用于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组织器官 还可通过医疗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并配合其他外热源温脂 如此才能加强改善 特定部位的组织器官运作 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无病可抗老增寿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毫无疑议 这种生活化 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医疗保健支援 才是解决生老病死问题的最好方法 最后这一段也是很清楚的 就是承接上一段 再进一步把它说明 我们说疾病卡是从哪里来 由不良生活习惯导致 那不良习惯就是我说的炎 恶炎嘛 那恶炎当然就要避开嘛 不要把这些坏习惯养成 譬如熬夜啊 甚至这里举的例子啊 每天抽烟啊喝酒啊 甚至还有人为了麻醉自己吸毒的也有 这些当然不好的习惯要改啊 然后改什么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 就是把习惯改好 那自然改好了 就不会有恶炎来伤害我们 那在日常生活中 除了避开这些恶炎以外 那还要怎么样积极落实 就是落实一些善炎 就是医疗保健支援 那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注意 温热性饮食 注重保软运动休息良好心态 这一类的 这都不断再重复着 那你看即便重复 原来健康都是在生活中就可以做到的 这哪一项是要跑到医院诊所 都没有啊 那如果你不遵守这样的好习惯 你却养成坏习惯 那当然身体使用久了 当然就出问题啊 就像汽车 你本来要加无铅汽油 你却加柴油 这些不对的油 那当然引擎就很容易坏掉啊 身体也是一样 你一定要用对的方法 所以不要等身体坏了 才去找医院诊所 我也常常告诉患者 今天大家的身体都很好 你只有你把身体搞得那么糟 那你有这种本事把身体搞得这么糟 那你当然就应该有本事把自己的身体 有种就把自己的身体改善过来啊 你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啊 其实这一句就是在提醒 你之所以会有疾病 就是因为你生活习惯太差嘛 那你就把它改善过来 比如你平常都窝在打手机熬夜 那你就以后改变 你又常出去跑运动 然后保持余夜的心情 不要熬夜 这样怎么会生病呢 所以这里谈的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提醒我们疾病 很可能都是你错误的一些习惯导致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这里进一步提说 那如果遇到疾病呢 因为遇到疾病就是有体伤 那这时候身体要修复体伤 会消耗很多的人 所以你就要懂得要有按推 还有热源这两部分 那所以这里就有提了 比如说用姜用在体伤位置 还有用按推把体伤解决 那这样两者配合就可以很快 让我们的症状 可以因为身体体伤的修复 然后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的目的 就可以达到这样 所以这里最后的结论就是 我们看下一页 这样做就可以达到怎么样呢 达到没有病 你还可以抗老就是延缓衰老 然后增长寿命 还可以达到预防疾病 如果没有疾病它可以达到这样 那如果有病呢 你懂得要用热源还有按推 那就可以加速疗愈疾病 使重病患者转为为安 也就是有病治病 没病还可以增强体力 来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目的 这样看来 他你看有病可以治病 那如果没有病 比如说可以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那就是我们生老病 他就他都有帮助到我们了 那这样的方法不就可以 解决我们生老病死的问题吗 虽然我们不能做到 不老不病不死 但原始点确实可以做到 延缓衰老 有病可以达到快速 让身体疗愈疾病 还可以使寿命增长 不要死的那么快 把死的问题也解决了 所以最后的下一页结论就是说 我们来看 陶无疑这种生活法 他也不需要用药 也不需要有侵入性 比如真治穴位 或手术这些方法 他就能解决了 我们生老病死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吗 你根本不要外求 就在你家里日常生活中 你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方法 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说 原始点他就是希望医学人平民化 也就是他把医学简化到 他不需要药物 也不需要有什么侵入性 根本没有医疗行为 然后在生活中 他只是懂得一些方法而已 然后来达到我们怎么样 达到我们有病治病无病强生 那这样生老病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所以一直强调 原始点把它繁复的医学简化 简化之后促使医学 能够为民众所应用 所以医学就能走出医院 进入家庭 因为家庭日常生活你就可以落实 然后落实在生活中 这才是最好的医学 而且这样的医学不昂贵 然后很多人都可以得到好处 不管你是富有的或贫贱的 通通一样可以受益 好 那我们这一篇医疗与保健 就讲到这里 今天也算告一段落了 好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